过江龙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 看不起王铁锤 登门来挑战 没想到锤子他有三把刷子 那可比他厉害了 我们来看这盘精彩队局 过江龙摆下中炮 王铁锤上马 红旗上马 飞旗出狙 红的出狙 飞旗很挑衅 来了一手去头屏幕马 你不是过江龙吗 你不是厉害吗 我给你来个去头屏幕马 你挺三兵挺七兵 你走啥我都不害怕 那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挑鞭马 黑旗充足 红旗就屏炮 黑旗亮剧 红的亮剧 这样啊 双锋就形成了一个流行布局 武器炮双直剧 对这个屏幕马 黑旗呢 三个变化 炮二进二 炮二进四 炮八进四 在这里呢 选择了这个炮二进四 相对于这个炮八进四 炮二进四这个变化呀 更加具有纠缠性 红旗就高居 他不能容忍回去再走一个炮八进四 把俩具都放到家里面 那可能就不行了 那先对一手 锅开 然后呢 高居准备过来支援红旗进兵 两个霸王居 红旗呢 在这里啊 卖了一个破定 他呢 来了一手 聚八进一 除了这招 聚八进一 还有一种流行的下方 在这走冰三进一 一吃一吃 再走一手上马 他这招高居呢 就在骗黑旗呢 想骗黑旗干啥呢 打冰了臭居 你打僵臭居 他就有一个呀 花生居的这种招 你打不动 你这个一躲 他把马一上 那你这个黑旗啊 一无所得 黑旗呢 无为所动 高居 高居之后 红旗 选择了一手 聚八平四 黑旗呢 进居站内 这个 红旗把这个居躲开之后啊 双居控住这条内线 他就有一个 平炮大力双居的手段 借助这个威胁呢 以后啊 进居来威胁这个 黑旗的这个左翼 红旗进居 准备压满了 那黑旗呢 就进居捉炮 红旗打过去 黑旗呢 再进炮 来给你交换 红旗平居 吃满 哎 黑旗啊 并不来打你这个炮了 哎呀 选择了一手 退居 现在这个退居宝马的同时啊 还打着你的马 可以说是一招两用 红旗被逼无奈 哎呀 来了一手 马回卧心 也是 也是一高 人胆大啊 即便是躲马 他不躲到边上来 他呀 回个卧心 那我们 战旗里面有句话啊 马跳卧心 不死也昏啊 你这招 卧心马 那黑旗呢 就毫不犹豫 选择了一手 盔花点穴手 进居点住 这个马呀 就不要了 以后就准备芝士出老将 那红旗也没办法了 你总不可能把这个局搞起来 然后再把马跳出去送给人家吃吧 那就索性啊 先吃掉一个再说 可以进来 这首试 那这个马呢 你看敢不敢吃了 你再敢吃这个补隔项 一打你一出老将 那你估计要哭了吧 所以说呢 红旗不敢吃了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 那黑旗呢 按照原定计划 不老将 叫杀 那红旗只能是气环 先气一个 红旗一吃 黑旗一吃 红旗啊 再上一手马 护驻底线 那黑旗呢 护一手下 你也不敢吃下 吃下这个退炮大局了 红旗呢 就攻兵 红旗气环了一格子 躲过了黑旗这招 要命的这个威胁攻击 走到这儿 好像红旗这个难关又渡过去了 现在 这马上的小兵啊 还要过河 多兵呢 还 但是 接下来的几条旗 立马呀 就让这个 果将龙啊 就傻眼了 蒙圈了 黑旗呢 先打变兵 趁着这个 红旗的这个阵型啊 没有稳固的时候 迅速发起第二轮攻击 红旗进兵 这不能容然的打空头啊 然后呢 退居 一捉炮 这招退居捉炮 闪身呢 走的呀 真是超凡脱俗 富有想象力的一手棋 好像现在这个 红旗应该是 品居过来 来攻击这边 巨炮 来 加强进攻 但是 这招退居捉炮 好像跟这个进攻思路 好像先违背 但是你再往下看呢 你就会发现呢 这是非常非常精妙的一手棋 红旗上马 黑旗啊 来一手退炮 因为你这个棋 你不能进兵 你要是进兵呢 他就一个退炮打你 这招退炮之后 可以说是 击中了这个 红旗的这个要害 你说你现在怎么办 这俩兵啊 哪个也不敢挺 你马上啊 这个河口的这个 马炮这个防线呢 就要遭到破坏了 红旗呢 这个兵不敢攻 这个兵不敢攻 这子都受到牵制了 他就选择了一手 拱中命 拱中命之后 这个 黑旗呢 给他打掉 拱中旗这时候啊 就选择了一手 进兵 那 黑旗在这里一手棋 过江龙啊 就哭了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黑旗的妙爽 这招旗 你要是能看得出来 那这绝对也是 试惯的水平 黑旗啊 突然间呢 来了一手 气局砍事 你不能用老将吃 你也不能用麻财 你麻财 这门是个虫炮杀 上来 来一将 下去 然后啊 再来一个气局砍马 那你这怎么办 你踩掉之后 又是一个虫炮杀 你不踩 那就该吃你一个 马上啊 这双举双炮 也是强大攻势 走到这儿 郭江龙 也是好投降的